小龙女李若彤亲自下厨做美食了 来看看女神这一次做了什么美食吧 就在3月15号的那一天 李若彤在网络上更新了一条动态 分享了几张自己的最新照片 从她分享的照片中能看到了 她当时现身在了一个客厅里面 并在手中端着一盘豆腐煎鸡蛋 然而在她的动态里面 她先说到了自己的技术还可以 不会在操作上出现失手 只是拍摄的技术却把她给难倒了 以及让助理都吐槽了她好多次 并且她还在动态的最后面说到了 大家都快点教教她吧 不然以后饭都吃不到热的了 因此从她的动态中可以看出了 李若彤在这一次的分享里面 一边在炫耀着自己的厨艺还可以 另一边却吐槽了自己的拍摄技术不行 不过对于正在看这条消息的网友们而言 他们却更关注着女神的最新亮相 因为李若彤在这一次的亮相中 她的皮肤状态依旧是非常的完美 白皙紧致的一点皱纹都没有 简直跟20多岁的小姑娘一样好看 虽说她在照片中拍起了美颜的功能 让自己的皮肤进一步被美化了 但主要还是她的底子非常不错 因此才会像20多岁的姑娘一样好看 毕竟不是所有人在开启美颜后 都能够让皮肤变得那么好看的 然后在李若彤分享的照片里面 她这次一共做出了两种不同的美食来 记得在她的第一张照片当中 她当时在手上揣着一盘豆腐煎鸡蛋 然而到了第二张照片的时候 却已经变成了一碗亮汤 也就是她在动态中收到的番薯糖水 不过她既然能够在动态中 可以信心满满的说到了技术不错 那么足以证明了她的厨艺还是可以的 只是她的自拍技术 在某些方面上确实还可以再提升一下 那样就可以让她拍出更好的照片出来了 但是当看完了女神的美式照片 以及看完了她的颜值没有变化之后 网友们却开始了关注她的客厅 纷纷把目光放到了李若彤的背景处那里 当仔细看过去的时候能发现了 其实李若彤背后的那个客厅 也是一套装修比较普通的房子 看上去跟普通人的差不多 只是不知道她的这套房子 至今已经住了有多长的时间 有可能已经是十年以上了 因此才会看上去那么的普通 毕竟十年前的装修风格 跟如今的装修风格差别还是很大的 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对于李若彤这一位女明星 都有哪些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 那是一条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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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巡邏的队设计 我会控制解决 在你逮换 一条定案 整案 我刚才准备 有尊与 一条定案 好